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欢迎收看老王不止三分钟 各位亲爱的 亲爱的观众朋友跟亲爱的会员 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摆设 我们这个 我们的 你要拉远一点 拉远一点 给大家看一下 不然大家以为我们在讲什么 这是我们这个美丽的 会计小姐姐 她叫小妹妹 小妹妹 她跟我们去讲座的时候 全场焦点 大家说那个妹很瘦很正 对 我告诉你 好不好 那个妹已经名花有主了 你们冷静一点 各位男士冷静一点 现在整个普惠唯一单身 没有对象的 就是我 对 就是小编 你要嘛就找他 不然其他抱歉 我们全部女生都死惠了 但是你如果要死惠活标 这我也不能说什么 等下有人说活标你了 活标我 我结婚了 他们是还没结婚 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太多 你看那么漂漂亮亮的 我们要跟大家说声 Happy New Year 曾祭我们上礼拜二的跨年之后 瞬间 场景就是这种 2021的感觉 我今天领大友也带来这个 粉红色的 粉红色的 跟多奖 台股喷成这样 昨天 昨天半夜 大概一群人很多人放空的想说完台股终于就要跌了 慢慢收回来 台股终于就要跌了 结果 嘎翻 最后尾盘继续嘎 嘎到现在就是不知道明天礼拜几 明天礼拜几 所以我说要顺势操作 那我是不是常讲 台股跟美股 我 我讲过几万次两个没有 短期间没有一定年动 这个你是老观众都清楚 对不对 我不是今天才讲 我不是今天看到美股昨天大抵今天台股大抵跟你说什么没有联动 没有 我一直都跟你讲 没有必然的联动 我一直跟你讲你晚上去睡觉 去顾小孩 去陪老婆生小孩 对不对 不要浪费时间去看美股 除非你有做美股 咪啪别落 但如果你是只做台股的 隔天台股又是一番的风采 我们早盘有稍微跌一下 震荡 没有大抵 震荡 平盘附近震荡 我们要尊重一下美股昨天大抵 尊重一下 水料 噴了 台股还是太强了 为什么 因为热钱太多了 台币今天又刷新 23年新高 已经28元盘中的时候已经失手了 现在27点多 吓死人了 所以 就回到你还记得有一集我做那个 XQ的封面吗 然后我说什么 台股重现什么 台湾前烟角木 有没有记得这个 各位来 就麻烦简介绍一下 这个封面在这里 这个封面 帅的封面 麻烦忘记的点去看 你还有做精华篇 还有做精华篇 这个台湾前有做精华篇 那我是告诉大家 大型股容易涨 对不对 因为外资 金头法的人进来 不知道买哪一档啊 只能买大的 你看台积电强不强 强 红海超强 这连中钢都强 那不就是大支的吗 这是热钱的效应 所以 我们之前讲过的话 你看老王直播就像看连续剧 一路看下 你自己会成长很多 那继续锁定 因为我们已经连续两个礼拜 破万人了 线上破一万一千人 我希望今天行情这么好 又带红色领带 少说 一万两千人 好不好 董哥很多人都说 你那个一万人是前高 现在前高压力变支撑 变支撑 所以一万 真的不要再讲了 对 今天尝试突破一万二 好 如果一万五千人 一万五千人 有达到 不好意思 再想要送什么 好不好 一万五千人就拼看看 行情这么好 一万五千人 线上直播 全台湾第一 全台湾 财经第一名 就这样再拼一次 不但要当第一 我们还要 拉出差距 而且我们还要做 历史性的第一 好不好 一万五千人 麻烦大家帮 多多让老王加油 好啦 那我们今天有个重点 今天要抽奖 看到最后 看到最后 等下我会喊赞 会有抽十位 十位 你只要上礼拜 到昨天 有到我们上礼拜的那个 上礼拜的影片下方留言的 关键是什么 阳明就看 如舟玩阳明嘛 又输入这个关键字了 等一下要抽奖十位 我们会邀请你 在未来的日子 某一天 我们会公布 请你们呢 一起来共进 下午茶时段 没办 联费的 联费的 来 那就看到最后 等一下我们来抽奖 好董哥 美股昨天一根大长黑 看起来好像要崩盘 好可怕 好恐怖啊 你又好可怕 我讲 不会崩 不会崩 各位观众为什么不会崩 因为他说好可怕 好恐怖 他每次讲好恐怖 好可怕 都不会崩 因为你还会怕 现在台股长得这样 各位观众 如果上礼拜二有在聊天室的 你有看上礼拜二聊天室吗 上礼拜二聊天室 我去洗澡的时候 我还没来的时候 一堆人在旁边刷 刷什么 他们会紧张 他们说台股长那么高了 很恐怖啊 然后这个外资 期货空单变空啊 我没骗你喔 我那个聊天室 上礼拜五台股已经 上礼拜二台股已经突破了喔 聊天室在找 我还没可以讲的时候 一堆人在担心 他们不是看空 担心台股长多了 担心什么时候回荡 结果呢 我一进来 我一进到聊天室 我只讲了一句 我说看到你们这么多人 在担心台股 在害怕台股 我就知道长定了 你是线上的朋友 你回想一下 不然改天下礼拜五我把这个对话抓出来 礼拜五 我去抓 我一进来聊天室 我第一句话就这样讲 因为我一进来就看到 怎么大家那么担心啊 我就说 这样我就安心了 因为还会涨 所以当市场你会怕的时候 担心了 你到现在如果还在担心台股 是涨真的涨假的 涨到一万五千点 今天收到一万五喔 你还觉得台股 是不知道涨真的涨假的 你还会怕的 你还不敢买的 担心 只要有人还不敢卖 那就是还会再涨 等到有一天 我整个聊天室 像比如说今天聊天室 如果全面疯狂 大家都all in 那可能就涨完了 所以今天聊天室 各位观众你现在可以看 看一下聊天室的气氛是怎样 真的很准 真的很准 上礼拜二的聊天室 这个气氛 真的是大家觉得涨太多了 不知道云南会发生疑似 结果真的你看就一路涨 好 那讲到美股一样 我们说台股跟美股不必然延动 但是如果长期的趋势 比如美股连续跌了好几天 那台股会不会连动 那就会了 因为必然会跟着连动 我讲很多次 是短线不必然 但如果是长期趋势 今天美股如果走入大空头 或美股大喷出 台股一定会连动 美股倒球的话 我们回来看 上礼拜我们刚才提到 他突破前高颈线 带个多方缺口 所以 我们看到这个 封关前是不是大涨 在一个相对的 年线的高点 缩梢嘛 相对历史高点 基础是最高点附近 那因为这个缺口有守住 颈线有守住 结果昨天忍不防 杀了一根长黑下来 这根长黑有点恐怖 为什么 因为他感觉杀破了这个前高颈线 但请你注意看 这个前高颈线位置 这个多方缺口 昨天 盘中那还是封闭 可是我说过都要看收盘 收盘是不是 这边有一个小小缝隙 差一咪咪啊 没有风啊 给了什么 多头一点活路啊 也就是说 既然没风 有没有机会再反弹 还是有的 如果今天不小心反弹 不管有没有反弹 又再下去封了 那代表 就是 跌破这个颈线 确认了 那就代表怎样 他就要转期 就要进入一个修正 进入一个整理 就不会再向这边 一路往上去 这是一个很重要 这个缺口 那波段角度怎么看 昨天为什么能够在这里收脚 这边为什么能够收脚 这两根脚是不是都是长脚 这两根长脚 你看这个长脚拉上来之后 是不是也是震荡了很多天 才再度往上 那这个一样 这个长脚收起来之后 你要先期待他能够突破这个颈线 然后呢 然后还要突破这个 前面两天的高点 那整个道琼才会结束整理 才会像这里这样结束整理 才会再往上攻 这是往上攻的原因 大家记得 往上攻的要素 那如果你说下面这两条下影线为什么会拉出来 因为都来到一个相同的什么 越均线 我们是不是跟大家讲过 道琼也好 NASDA可以要非办一个长线的波段支撑 就哪条均线 越均线 这边又守住 这边又守住 那现在是不是又收脚 所以现在重点 过去两次都守住 包括昨天也守住 第三次了 如果接下来道琼在这几天 跌破的话 那就怎样 就跟我讲的一样 因为跌破这里等于是把缺口封闭 短线就要进入整理休息了 可能会回档 可能就整理时间会拉长 如果可以守住 缺口守住 也是等于守住越均线 那就是可以在这个区间 做什么 区间震荡 这样挑 我想我讲的结论是很清楚的 所以短线就是看 缺口跟越均线 万万不能跌破 跌破的话 就要进行 比较大的修正 跟整理 整理时间的拉长 那来看纳斯达克也是一样 纳斯达克这边我们一直告诉大家 越均线支撑 这边跌破十字均线 才没碰到 就拉上去了 这次真的来了 有没有在越均线收缴 有 那有收缴呢 不代表一定要反弹大长 代表短线直跌 所以短线就观察这个越均线能不能再守住 如果守住就反弹 如果失手的话 那就要小心 他就省理时间要拉长了 或许空间也要拉档 如果能够反弹上来 哪边是重点 如果能够反弹上来 这边是不是原本一条紧线 他就要想办法站回紧线 才能够怎样 重回真正的直跌 然后重回多方的怀抱 不然的话就怎样 在这个地方 做一个区间震荡 当然了 这边图没有画到 这边是不是有几个高点 有没有 所以你们也是试着把这边画一条 我这边图没有补到 大家自己画 把这边画一条压力线 就会跟道琼一样 要能够再度转强 翻多一波大涨 就不仅仅只是要站上这个颈线 而且还要怎样 突破这个前高压力 这样才会继续大涨 你听到吗 那这边要跟大家说真抱歉 因为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讲这个道琼 站上之后 我的看法就是未来就继续往上创高 的确有往上大涨 但是 那拉斯达克 就比较可惜 拉斯达克 守住仅限之后 最终也没创高 就抵得下来 所以这个地方 我的看法 这也算是 看错了 因为我认为 上礼拜认为 他如果能够守住这里 就有机会去往上 创高 就跟他一个 冷剑下来 我们看错 就有认错 不要含糊 这样装过去 所以呢 我们今天一样 新年第一天 还是要请出我们的这个 加法 加法 来来来 这个不认带错 OK 新年要合气一点 合气身材 不然 不合气身材 小编 你毛涨齐了没 还没 还没涨齐 还没涨齐 该打我 七八糟 跟上十四 跟上十四 如果你不知道这个十四是什么来 自己去Google 毛涨齐了没 来啦 回头看 纳斯达克指数 回过头来看 所以很明显 这个地方我们原本预期会往上大产 结果跌下来 跌下来 看错 看错没关系 看错 接下来就 重新拟定策略 那现在策略很清楚 越军线就不断支撑 跌破 要整理了 要休息了 你要小心一点 如果还可以守住 就是区间震荡 区间上员在这个地方 要把这个前高压力给他 突破 纳斯达克就可以怎样 那重新振作 好 再来 这个是看错的部分 那 盗球我们看对了 那斯达克我们看错 没关系 废半呢 废半我们就看对了 上礼拜 我们是不是告诉大家 他是一个 三角收敛 对 三角收敛请问这个红K 有没有突破 有 有突破啊 有突破的话会发生什么事 我是不是跟你说如果三角收敛往上突破的话 就可以挑战前高 对 这前高在这里 有没有过高 有 昨天找盘还是大涨的 就讲对了吧 对 那是不是我再打回来 没有这个规定是不是 没有这个规定 好 有没有 这有讲嘛 事先讲 好 那往上 产生区又跌下来 那接下来怎么看嘛 之前讲对不重要 接下来怎么看才是重点 高点 过不去嘛 因为收敛跟黑给不就是把这个 把两个高点做连线 不就是高点过不去 那下面原本的这个三角收敛这一条支撑线 这个叫上升趋势线 是不是还在这 那所以短线的支撑观察就看这条上升趋势线 月均线是不是刚好也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认为这个地方就是一个短线的支撑 如果可以守住 那他就怎样 在前高压力跟这个月均线的负线 附近做一个什么 区间震荡 那一定要能够突破 最好要突破这个高点 那才能怎样 继续转强 基本上如果能够 突破这个压力区代表止跌 那如果能够继续往上涨 突破这个高点 就再一波喷出 那如果没有的话就是在这里做区间 那我们再看SMP500 SMP500呢 原本已经站上这个区间的上缘 这边有出现一个什么 多方缺口 那多方缺口结果就 一根长黑 杀下来 有没有封闭了 封闭 封闭就等于他又重回 这个区间来做震荡 所以 SMP500指数来说 他们最近的走势 又点回这个旧的区间 所以他未来就是在这个旧的区间做震荡 旧的区间这两个低点 是不是守住 原则上不要崩破这两个旧的低点的话 那区间都还在整理 旧的区间都还存在 就不会有大崩盘的危机 就在这边震 哎呦再度转强 因为这边又累积了一堆的高点压力 所以就是要把这两个高点压力 再突破 那跟道琼一样 才会怎样 重新的转强 所以 我们可以给一个很明显的结论 昨天的长黑 对于美股的四大指数 有没有造成 一定的伤害 有 是有的 你看小便很聪明 是有的 有一定的伤害 但是你说要崩盘了吗 还没有 因为人家连越军线都还守住 或区间下人都还守住 所以这个情况下 如果越军线守住 那美股就是一个区间震荡 你一定要再把上面 过去一个礼拜的高点给他突破 那才会海阔天空 如果突破不了 区间震荡 那万一 把越军线给跌破了 我们就要注意 那美股四大指数 可能就会转弱 转弱就会比较拖累到台股 那这个时候 你才对美股 要十分的 小心啊 好董哥 那港股突破喇叭上缘之后 就真的摆脱盘整 一路大涨 接下来该怎么看 港股我们上礼拜讲到这个喇叭 就是导过来的喇叭 喇叭中的开孔 就是这样 低点越越低 然后这个上缘就像一条压力 我们说 他 重新站回来所有均线 你千万不要看预计线操作 你要观察他什么时候可以突破这个喇叭状的区间上缘 结果 我们讲完之后 隔天一个什么 跳空 我们说 标准的突破两种 要两种 哪两种 跳空或长虹 要有缺口 跳空缺口或者长虹 标准的突破 确认突破 请问他有没有跳空 有 有没有长虹 不就突破了吗 原本 你还记得我们一直讲过这边有很多压力吗 这边一个压力 这边一个压力 结果他一根长虹把所有压力都过了 最重要那是把短线这个喇叭状的上缘给他过了 交很多次 如果像这种在盘整的状态 不管是区间 还是用喇叭状 还是上升歇息下降 关键就在于他的突破 看到突破你就要怎样 你就懂得他发动了 在任何股票上面也是要 包括突破前高的形态 你在盘整当中你都不用太认真去操作 但是你看到一突破讯号来了 你就应该要积极 像这一突破跳空不就突破了吗 讯号来就一路拉 就一路拉了 他都有跳空缺口 你不太可能在这个长虹中间一路去放空他吧 假设他是一辆股票 不可能吧 多放了缺口的出现 告诉我要表态要突破了 突破之后怎么看 最前面的最上面的波段的高点在这个地方 他这一天长虹连这个地方突破了 等于是暴涨 那我们说突破前高之后怎么办 这个形态 过去一个月交要烂掉 可能两个月交要烂掉 为什么 因为货柜行业有美籍奖 美籍交 货柜行业就一直是这种形态 台股是不是也是这种形态 道琼也是这种形态 美籍交交 你是我的观众 会员就不用讲 会员每天在我耳如目染之下 这种形态倒背如流 甚至我要教一些变化形态 在一些 比较进阶的会员我会教变化形态 最基本这种前高突破形态 你是观众的到今天 一定要 学会吧 学好学满 这没话可讲 那他突破前高怎么办 继续往上涨 除非把颈线跌破 如果他震荡可以守住颈线 那请问多头还在不在 还在 那这种国际股市 我讲过这种国际股市 美股除外 那种国际股市 国际的商品 请问你都要看哪一条 均线会比较 刚好 10日均线 我讲过 10日均线 所以他涨上来之后呢 短线你要看就看10日均线 那波段就看这条均线 哪天把均线跌破才会翻空 那如果短线呢要震荡的话 也要跌破10日均线 那你成错 这条10日均线我看你 这样 很清楚了 好董哥那 A50指数 突破前高均线压力之后 果然紧喷 后市怎么看 紧喷 紧喷 紧喷嘛 上礼拜的图 上礼拜的图 我们来看 VCR 昨天长孔已经突破 今天呢 收了一个10日 试图站在这个地方 所以短线观察 中国A50指数 很简单 如果他可以持续守住这个区域线的上缘 那 就是什么形态 多方往上的形态 嘿 有没有嘛 上礼拜的图后面没有嘛 上礼拜的图只在这里嘛 对 是跟你讲说他已经突破了 突破守住紧线支撑会怎样 紧喷 就紧喷嘛 是不是都 我还记得上礼拜我们有一集 我不知道上礼拜上上礼拜 我们是不是讲到 全球股市好像都突破前高了 我记得我这样讲 我记得都突破前高紧线了 接下来 只要守住紧线 大家就是喷出 我记得我有一集这样讲 你自己去爬文啊 你自己去看我以前的影片 他就标准就突破了嘛 该VCR看到 不就紧喷 现在怎么看 国际的这种指数看哪一条均线 10日均线 解完了 你这边盘整很麻烦对不对 这个D点很多人把他砍掉 因为他跌破什么上升趋势线 但是我是教大家 你要看前D 有没有 有没有印象 我是不是要叫看前D 我是不是要锁住前D 所以你不要杀D 所以这边我帮大家掌握到 不要杀D 那这边是告诉大家要突破 就请问中国A50指数 就这几波操作 那需不需要给个赞 如果你是 对岸的朋友 我们的好朋友 对岸的朋友 你有 对岸朋友一定对中国指数比较熟悉吧 请问这 这里的操作跟这里 这两波老王的看法 有没有 稳稳的抓到 有没有事先讲 有 这个前D是有事先讲的 在这边还没跌 我就跟你讲前D没破 你就不要太紧张 就跌下来 我给你讲前D守住了 这边我给你讲要突破了 就是技术分析嘛 所以 对岸的朋友 麻烦给老王一个赞 然后拉你们 附近的朋友 一起来 一起来 看直播 一起翻墙 到台湾来 到宝岛来 看直播 好不好 因为很有用 很有用 再看 上证参考指数的部分 刚才是AOS指数 上证参考指数的部分 这边我们说均线会八来八去 我们先跟大家讲 我们最早跟大家讲说 基金线是一个长期支撑 中国股市 入股 一定要跌破基金线才会翻空 我们这样讲 有吗 所以我一直在这边 一直跟大家讲 虽然它转弱 然后震荡 但是基金线是一个长期的支撑 长期的支撑 咬在这个地方 我们说这边还有盘整 均线会八来八去 你不要参考 你要看什么 你要看这个前面 这两个高点的压力 如果能够突破 就代表怎样 盘整结束 休息时间结束 正式的转强 三阳开胎 对不对 我们上礼拜这样讲的 这个是什么 夺方缺口 缺口带长红 这不是标准的突破 对 你看到缺口上来了 就是准备要突破了 然后又带一个长红 就噴出去了 技术片都教过了 这个上礼拜图 好 我们再看一下 VCR 那可是短线要转强怎么看呢 难道是因为 今天要站上三条均线 又转强了吗 nonono 我们这边给他加入一点 哎 加入一点技术线 这个叫什么 前高 对不对 上一次反弹的高点 那这边这根黑K 高点是不是刚好在这 所以上次有点忽略掉 这根长黑K 结果这次就没过 所以这次再上来 我就要记得 这个长黑K的威力 所以这两个高点 刚好可以化成一条什么 高点压力连线 也就是说 即便他现在形成三阳开胎 我们都要等待他 把这个高点压力给他怎样 突破 那个才可以确认这里是正式的翻桌 那么到时候 你还是去留意相关的 这个ETF 路股ETF 这样有问题吗 没有问题 好 可以 有吗 有 那我讲了那么多 我刚才只看错一个NASDAQ 对 这样可以了吧 可以可以 我不是神啦 我没办法全部对 但是我有勇气 我敢认错 大家老都忘记我NASDAQ讲什么了 我们做人不可以这样 好来 那现在突破怎么办 突破你就把区域格局拉到 哇他现在创下一个 近几年来的新高耶 去年波段最高点是7月份在这个地方 上市是不是突破失败 所以拉回 这次有没有突破成功了 有 这种前高的 我还要再解吗 就颈线守住嘛 守住就续涨嘛 跌破就怎样 赶快逃嘛 就继绕整理嘛 对不对 你说啊好董哥我知道 这是一个波段和颈线的支撑 短线 短线 国际商品 国际指数 十字均线 会不会 对岸的朋友们 你这个上阵 死数 你就看十字均线就好 没有破 就继续创新高 你要不要预设高点 不用不用管 昨天美股跌多少 今天上阵今天也没跌啊 你懂我意思吗 如果啦 颈线可以站稳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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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教大家嘛 就教过人生 我今天在对他复习啦 有没有听过一句话叫 等幅测距 对岸的朋友有没有听过 有老师在教等幅测距 今天教台版怎么教 等幅测距就是把 区间 区间的高点 剪到区间的低点 那这一个空间 这个距离呢 这样 横移到上面去 因为这边重新突破嘛 我们会把新的股票枪 旧的股票枪 距离横移到上面新的股票枪 这个叫等幅测距 这样大家两百多点 两百五十点 你自己就从这个地方 就从这边开始突破了嘛 就这边往上加250点啦 就是一个长线 很有可能的位置啦 你要自己算啦 我们不会告诉你点位 要自己算嘛 区间很好算嘛 就跟你讲这样算了嘛 会不会来 不知道 要答赌是不是 会不会来各位观众 会不会来 我不知道 会不会来 礼拜有再答赌 今天时间 今天我要讲很多东西啊 礼拜五再来赌 礼拜五要赌再来赌 但我先给大家一个基本概念 是这样 行情呢 欲小不易 听到不 好董哥 台股超强 完全不理美股 就跟董哥你上周说的一样 突破警线之后就喷出了 我要看见神啦 来来来 他被打了 本节目不造神 不造神 大盘子是这么简单的东西 看对没什么啊 总不会有人大盘来看错吧 这就标准的 多方喷出 这有什么好看错的 而且我们交很多次了 前高形态 所以这个不要造神 没有什么好神的 大盘没什么 好不好 我讲 大盘是股票里面最简单的东西 因为个股有本身的因素嘛 有时候利空利多嘛 大盘就是 看清楚基础面就好啦 各位观众 所以如果你喜欢 看指数 操作一些指数的 你大盘很简单啊 你不应该在这一波大涨你被嘎你知道吗 很简单看 怎么很简单 就讲这里就好 这个股场内跌下来 多少人吓死啊 这个股场内怎么跌的 就新冠肺炎有本土疫情嘛 杀爆嘛 对不对 杀200点 我怎么讲 我那天怎么讲 我们不要看VCR了 因为看了很多次了 我是说 台股的波段的支撑 这边跟这边一样都是什么 越均线 我还说就算有微幅跌破 我们都可以容许啊 因为越均线具支撑 隔壁是不是真的打到 越均线支撑 我先讲 涨上来 涨到上礼拜二 刚才小编有说 看见神 怎么看见神 上礼拜二在这个地方 我们怎么跟你讲的 我们怎么跟你讲的 我们来看 VCR 这个就突破了嘛 当天要做个短萃 抢个股票 抢个反弹 他不就突破了吗 就这样 所以 接下来 就看这个颈线 回测下来 最重要的波段支撑 还是哪里 越均线 如果他把颈线跌破 那叫突破失败 就会拉长他整理时间跟空间 那就要你看到什么 哪一条线 越均线 如果都守住 你就不用太担心 就是继续往上 可以 有没有讲 有 这个形态不就是 不就跟货柜行 一模一样吗 对 我真的教导我快生气了 我学样 这个如果在 这个大台如果在看错的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你 他上礼拜这个长虹不是已经突破这个前高了 对 那震荡一下收了一个小黑K 可是有没有守住颈线 有 突破前高守住颈线 那未来不就继续 继续涨吗 所以他就继续喷 这礼拜一路喷 这样喷了 600多点 你应该要掌握到这台股 600多点涨势 因为老王上礼拜 有没有事先降 你刚才VCR不是已经看了 所以谁在讲老王马后炮 这个马后炮 没有 我刚才给你看那么多VCR 到底知道你什么时候马后炮 那个上礼拜二是请的 过了一个礼拜 知道马后炮什么 都先讲的 那短线怎么看 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 因为他不是国际商品 那台股这种 喷出的角度 每一次这种喷出角度 就看五日均线 五日均线没有跌破 你要不要预设高点 不用 你就放轻松 放轻松 台股继续涨 那你听到没有 等到哪天五日均线跌破 你再担心就好了 OK 很轻松了 所以你不要想很多 有些人会想很多 都什么上礼拜 什么金融股涨 然后什么外资空单 现在一万口 自己吓自己 你看我的节目 我上次就跟大家讲过 我没在跟你聊 什么外资流 空流多的 干我什么事 我只看技术面 这样你不要轻松 你如果一天 你要研究这个大盘 你要看一堆东西 你要看借券 你要看 融资 你要看融券 你要看外资 你要看期货 哇塞 你要看一堆 你可能看20分钟才可以看什么大盘 我不必 就一条紧线突破 一条均线 有时候再加个缺口 这样 三行 可能 小编这10秒就看完了 差不多 就多方趋势嘛 就这样 三礼拜这些都没发生 上礼拜这些没发生 我们就跟你讲说已经突破了 来看一下贵买指数的部分 贵买指数 这边也是精彩 是不是跌下来 那我们怎么跟你讲 我们是说 这边 因为前滴有守住 对不对 前滴有守住 所以我们可以为容许他短暂跌破 可以 可以容许短暂跌破 因为越境线就是波段的支撑 也不用摸VCR 因为波过了 那接下来怎么看 你看这里就好了 从我们这边 一堆人会把他错杀 对 可能 股票出清 我们叫我会员 把 股票出清 我们叫观众 股票出清 没有我都说可以维持在三层 或三层以下 这本来就比较弱势 但涨上来之后呢 我已经在我的五报提醒我的会员可以怎样 五层持股来积极操作 就一路大涨上去 那你来看这边 关键 为什么可以 现在持股水位 在前几天可以回到五层 又很简单 因为他突破这个前高压力 对不对 前高在这个地方 他有没有突破 有 上礼拜还没突破 上礼拜二我们是跟你讲 你要观察这个前高压力能不能突破 如果能够突破 那就能复制什么 大盘 倒琼 复制货贵航运那种前高突破 现在是不是前高突破的形态 对 所以接下来怎么看 NASDA 怎么看 贵买市场 前高仅限 看能不能守住吗 如果可以守住 波段就继续涨 那短线怎么看 你有没有看到这一段的喷出都沿着哪条均线 五日均线 所以跟大盘一样 贵买如果没有跌破五日均线 你要不要预设立场 不用 他会继续涨 如果跌破五日均线 你就看这个波段支撑 波段支撑 这个前高的颈线要能够跌破 那整个趋势才会 真的比较转弱 然后才会横盘 或修正 你听到没有 如果 五日均线没破 或者是 这条颈线没破 你要不要自己担心 不用 就不要 自己吓自己 市场传闻美国可能解禁 中心的成熟 制成制裁 不过后来又有人说是假消息 到底该怎么看 上周有人说 美国要 放宽 或是解禁 中芯国际 就中国中芯的 成熟制成 对 所谓成熟制成 就是类似 就不是先进制成 就不是五奈米 三奈米这些 就不是 所以他 第一个 这种成熟制成 那就只会打到谁 打到他的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是谁 就联电 联电就是他主要竞争对手 因为在成熟制成 这一块 那就是 以前就是传出美国要制裁中芯 后来也制裁 所以造就联电一波大涨 有没有 因为大家会转单 没有人要下给中芯了 那同一时间 也造就了 Nordfresh这个 记忆体 大涨 像华邦店 跟这个 旺宏都大涨 这就是产业链的问题 因为中芯被制裁 我只要转单 中芯被制裁 我晶片没办法下单 那可能造就这个 记忆体 寒涨 像Nordfresh 这个 虹邦店 跟瓦虹 这都有转单 或是价格调涨的一个 利多 过去也涨很多 结果现在传出这个消息 美国可能放行 成熟 你不要再拜托 中芯国际 本来最在行 这不是先进制程吗 3nm 5nm 怎么跟台积电比 不可能 怎么比 鸡腿 对不对 怎么比 我们不是说他不好 我们是就客观事实 他本来就比较没办法跟台积电竞争 但是他可以跟联电竞争 对不对 那 既然你现在美国传言说 这个 要放宽他的这个成熟制程 那只是要继续进他的这个先进制程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他本来的 重心就还可以继续营运啊 他重心核心的业务还可以继续成长 继续出货啊 完了 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中芯大涨 那联电当天就开始往下跌了 我们包括华邦店跟瓦虹这 因为本来要制裁 就感觉没有要制裁了嘛 就全部都跌了 但是呢 昨天又传出来了 有人说这次消息是为了炒股 因为中芯涨很多嘛 只是为了炒股 美国根本就没有要开放你这个什么成熟制程 根本就没有要解禁 全部禁 管理先进或成熟的 全部禁 到底 所以现在怎样 到底是真来假的 到底是真来假 真真假假 假假真真嘛 但我只有一个结论 不管真假 伤害已经造成 你可以看今天的中芯国际 或昨天中芯国际有大跌吗 也没有啊 他这几天涨上来 大涨之后 也没跌回去原点 如果你说这个消息是假的 那也没跌回到原点 那 联电就好了 你说这个消息是假的 那联电今天应该暴涨 猛涨啊 有涨回去吗 没有 黄黄电 忘红金还是跌的 黄黄电小涨 忘红金还是跌的 有涨回去吗 没有 所以 这就是我们在面对消息面的时候 我跟大家讲 我们超多股票 不是在看消息的 你管消息是真的 是假的 我就问你一句 一女季 几集 两三集前 我们有做一集吗 Apple Card 对 我就问你啦 Apple Card 第三季真的会不会量产 我就问你 现在我就问你啦 Apple Card 到底第三季 会不会上市 没有人知道嘛 就这个question嘛 但是有记者报嘛 有外媒在写嘛 会声会影嘛 包括老网友跟你讲 Apple Card 第三季要出来嘛 大家传的 被被扬扬 你管这个消息是真的假的 有些人觉得这个是假的 打死不碰 结果相关的概念股 喷到天上去 连红海 玉龙 这种 超年红的都喷了 还不是因为Apple Card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不要管消息 真的假的 股价如果会涨 消息你管它真假 反正就会赚钱 股价如果会跌 你管它是假消息 反正人家就是跌了 这样很清楚 这个最重要的逻辑 你们一定要记起来 我们往下看 要讲那个之前 我先来看一下台积电 因为很多人关系台积电 因为大盘大涨 我们上次有说过 大盘要涨还是要靠台积电来拉动 这一波就是台积电的大涨 还记得吗 台积电大涨 这张图我想 你是观众有看过好几次了 很多次了吧 很多次 就跟你讲台积电要看什么 月均线嘛 这张图看很多次了吧 我们说台积电在月均线之上 就多方趋势嘛 他很容易就大涨 他只要站上月均线容易往上涨嘛 他只要跌破月均线 就整理 几乎都这样 过去的例子 跌破就整理 跌破就整理 站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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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往上涨 这个讲很多次了 那下面是谁 是外资 因为我们说台积电看外资 连电看投信 台积电 到底月均线会不会守住 会不会往上涨 关键的筹码就看外资 这边外资是不是一路买 对 所以人家从月均线上面出发 是不是很正常 这边回射月均线外资有没有一路买 有 这边回射月均线外资有没有一路买 有 所以涨正常的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现在看台积电 很简单 看外资就好 外资有没有继续买 台积电就继续上 如果说波段台积电什么时候会翻空 现在给小编看自己都会看了 台积电如果你长期持有台积电 你觉得什么地方他会转落 跌破月均线 如果你要坐长一点的 就当月均线嘛 他如果你看他从这段起长之后 有没有跌破月均线 没有 他都没有跌破月均线你就可以从450一直包包540 数字两个对调 540变450 450变540 前面两个字对调 他不是守住月均线吗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你要坐长期看月均线 那你短线怎么看 他也是图现一个前高突破的形态啊 是不是前高 整理的半天有没有突破 有 前高突破要怎么办 继续长了嘛 短线当然也是看五日均线 短线如果你自己做 有人把台积电拿来当隔日冲的 也有啊你就看五日均线 守住你就继续包 就这样 如果波段的话 转落 应该说 波段的转落就看这个前高 这个前高颈线如果 往前灌破就代表 突破失败嘛 那就会进入整理 那整个长线还是看月均线 台积电 这样清楚了 台积电一定要讲 因为台积电很多人在 很多人喜欢台积电来说我们一定要讲 我们为大家服务 我会员没有台积电 没有台积电 但是我就想讲 怎样 等下又说没有台积电讲屁 不是这样子吧 不是嘛 我会员有的股票我们飙啊 不用台积电啊 台积电涨半天 涨上去 我当然这样很厉害 他有涨嘛 他创新高嘛 对 他也涨不到 他也没有一根涨停板啊 你懂我意思吗 来再看这个 那讲连电 刚才那个 美国 跟中兴的事件嘛 到底是真真假假不重要 你只要看这里有没有 真的跌下来了 你管他真假 已经跌了 那重点在看筹码 投信是怎样 卖超 如果这个消息是假的 那你要赶快看到投信回来买超 那就代表OK 投信回来买超呢 不只投信要回来买超 这里是不是跌破越均线 对 那也要期待他怎样 再回去 我们说过 先前大涨的电子股 跌下来之后回车越均线 他的确慢慢反弹 他其实从这里也弹了一阵子 但是也是黏住越均线 那这个地方为什么会失败没有继续往上去创高 因为谁在卖 投信 我是不是讲过 连电就看谁 投信 所以接下来你要投信 你要连电好 投信要不要回来转卖 要 这是筹码面 技术面要不要站回越均线 要 你看这边就好了 这边连电是不是回档 谁在卖 投信 所以你要记得连电看投信 我们再看长期一点 这个是去年9月份到12月份的走势图 这个地方是不是大涨一波 对 他也回撤越均线 他这时候就跌破 为什么会跌破 谁在卖 投信 因为投信卖所以他跌破 那这边弄半天 投信 这边一度站回越均线 但是投信还在怎样 买 GEO都是卖嘛 所以他站回越均线还是在盘整 他有马上喷吗 没有 好那再看下一张 那这边也是站上越均线 可是这边的筹码跟这边筹码哪个不一样 这边投信在卖 这边投信怎样 然后就怎样 喷出去了 我很符 我教你这个 你这个在外面上课都要钱的 我有收会员 你看我对我会员 你看我会员会不会说老王你讲太多 我会员每次都跟我讲老王你讲太多了 但没关系会员不用跟他们计较 我们会有时间差 不用跟 不用跟我们大家 因为大家都是小王家族 不管你有没有加入会员 我都很尊重你 我都把你当成自己人 我再讲一次 不管你有没有加入会员 你就算今天没加入会员了 我也当你是朋友 你还没加入会员的 我也当你是朋友 朋友就要一起 一起学习 会员要学 会员你一定学得更多 但是还没加入会员的 我们愿意给他 我们愿意一样给他温暖的怀抱 温暖的分享 温暖的教学 哪天他也可以加入会员 对不对 没错 你看我这样做人佛佛 佛啊 这么佛的节目麻烦多按赞 多多分享 我们今天要抽 一万 两千人 一万 两千人 好 不是一万五吗 一万五 降低标准 一万五 重点回来 所以这个范例你会不会看呢 你现在套用回来 假设你先不要管消息真假啦 你这个地方 年定要重新转强 甚至去挑战前面的高点 头新要不要回来买 越军新要不要站上 这两个条件如果符合了 就有机会上演这样的走势 上演这里的走势 OK吧 OK 好 那不只影响 我刚才你影响了 还会有not fresh 因为not fresh 之前就是因为 美国制裁这个中心 造就他的转单 造就他的报价上涨 那 这两天当然随着利空也是往下跌 华邦店讲过很多次 他头信买超 造就他这一波的大涨 所以头信买超 国标看哪条均线 十字均线 那头信如果继续在卖超 十字均线 支撑就比较薄弱 你就要比较小心 那如果头信有在买超 十字均线这边有机会反弹 很清楚啦 那你如果再回头看 万宏 万宏本来就比较弱 本来就比较弱 但是在这边我们有提醒大家 不管 不管他们破一均线 都会反弹 后来是不是真的大涨一波 很多我看到很多观众朋友的感谢我们 保佑他帮助他没有杀在最低点 因为老王讲过月均线是翻阳 会反弹 即便跌破也会反弹 对不对 但是现在又来一次 我可没有跟你说第2次跌破也会反弹 我有这样讲吗 没有 我都说第1次 第1次嘛 第2次我就不敢保证 第2次怎么办 你就要看头信 头信如果能够回来买超 他的月均线就可以守租 如果头信就去卖超 那就是必须弱 那这个前低就要小心一点 他也许会来挑战 你听到没有 所以你要等到 这个族群 就是NoteFlesh跟这个联电 接着晶圆代工 你要等待他 你要等待他 什么时候可以再度转强 脱离这个利空的阴影 不管真假 你就等他头信要回来买超 而且要站上最基本的站上月均线 如果要看十字均线站上 站稳十字均线 这样才能真正摆脱利空的冲击 好董哥那矽晶圆 这两天好像蛮弱势的 要怎么观察 矽晶圆 这个中美晶 其实这两天 今天弱势 因为他昨天还是有创高 但是没大涨 那创高呢 我们说过 他这个形态是不是又是一个前高突破的形态 没错 所以没有发现最近老王的直播 一直在讲这前高形态 你一定要记得 那前高突破 请问前高要用什么标准的突破 两个 跳空或是长虹 跳空或长虹吗 这边有没有跳空或长虹形态 没有 所以他没有一个 确认突破形态 甚至他留一个上影线 就没有成功 没有成功 既然没突破 就回来再震荡了 就这样 要突破 他突破就这样了 就喷了嘛 可惜没有嘛 没有没关系嘛 就回下来 看哪一条均线 越均线 他上次跌下的时候 跟大家讲说越均线这边会止跌反弹 真的反弹上去 再一次 这等于第二次了 第二次有没有保证 没有 没保证 我们都跟你讲第一次了 所以不要再误会了 就第二次是没有保障的 好 我们再往下看 中美金要看谁 为什么今天会 杀 今天台股是大涨创新高 为什么中美金会杀的这么用力 因为中美金过去这一波你看 包括这边的越均线能够反弹 请问都是谁在买 投信 我们讲过他是矽金源的指标股 我们也说过他就是看投信 那结果昨天投信怎样 居然转卖啊 居然转卖啊 今天就立刻什么 获利的卖压 停损的卖 不管 反正是 人家赚投信 这样赚了一大坡上来 人家随便卖随便赚 人家看到投信转卖了 我就赶快卖 OK OK 所以今天就跌了 这就是一种市场的集体共识 就好像等下我们看到面板 你可以看到投信一卖 友达跟群创就跌翻了 一样道理 集体的共识 大家本来都看投信 投信转卖 我就跟着卖 所以照就今天的卖压 所以这个地方要注意 如果投信继续卖 那越军线可能会失手 所以投信很重要 如果投信如果可以 投信如果可以转卖 那越军线才会发挥它的支撑 那如果有一种情况 投信如果真的转卖 可是越军线还是跌破 那怎么办 等它站回越军线 那就还是转弱 你就不要再傻傻 上次有教过 技术面最重要 你就不要再看什么投信在买超 我觉得越军线 不要这样 技术面最重要 OK 好那你回过头来看 下一次转强 下一次要转强 重回减线是资本 是基本 重点也要把这个高铃给它突破 那才会转强 你听到没有 不然的话 现在就只能看被动去看这个 被动不是讲被动元件 他只能很被动的去看 越军线有没有守住 意思就是说 你空手的不要乱碰 你听到没有 他就要整理啦 整理有强弱啦 守住越军线叫强势整理啦 跌破越军线叫什么 弱势整理啦 那就转弱 那就比较不好 那其他的呢 你看黄球晶 黄球晶今天为什么相对强 这一天相对强 因为黄球晶跟中美晶 不一样 这一根长红有没有过前面的颈线高点 有 这个他没过嘛 他有过嘛 而且人家是长红嘛 所以人家相对强 会不会 这样看得出来 中美晶 那个黄球晶相对强之后 你就看这个颈线支撑是波段支撑嘛 万一哪天黑 常黑灌破 那就怎样 就学中美晶 就中处嘛 就拜拜了嘛 突破失败嘛 那如果还守住勒 那就是还OK 那短线怎么看 因为 总美晶昨天 投薪是转卖 环球晶昨天 投薪还是买的 整理来看 投薪是不是一直在大买 所以投薪买他的股票 大涨上去 我们看哪条均线 十日均线 十日均线刚好是不是在这个位置 所以这个地方 锦线跟十日均线 形成双重支撑 所以 只要没有一根长黑灌破 那环球晶都还比较OK 他也许 中美晶修正 他有一根的生 像今天也是跟着整理嘛 但是他就不容易 像出现一根长黑除非 除非 中美晶蹦下去 那他可能就是 可是他突然随下来 你还是要观察这个重点 所以 如果你持有两档股票的 不一样 就这两档不一样的人 你要不一样的观察 环球晶因为他的股价 比较强势 所以他反应上来 就比较强劲 有没有 他比较强劲 你就看这个十日均线 跟紧线能不能守住 如果失守 那就转落了 那代表 细晶元最高价的转落 指标股转落 那个族群就比较麻烦一点 事实我要跟你讲 这个中美晶今天转落 你可以看到其他细菌的个股 像家晶 他是不是 也跌破越军线了 那合金 也跌破越军线了 那合金跌破越军线的重点在于 他这边投性蛮很多 这边是越军线的反弹 可是这边投性发生什么事 转卖 卖 这边有点小买 就站不上去了 所以你可以发现这个族群 有些已经转落了 那你再来看一下 旱壘 旱壘 今天也是弱势下跌 他高点昨天大涨 但是高点有没有过 没有 前高价限有没有过 所以你要记得 一个股票如果要大涨 就把前高价限给突破 如果没突破 你要不要太过激动 不用 因为常常遇到突破失败的情况 那接下来是不是要看越军线的支撑 对 所以我简单给大家一个很简单的结论 细晶元族群 还在越军线上面的就看越军线 当做他的支撑 可是一定要等他突破价限的压力 才能怎样 正式转墙 如果已经跌破越军线的 就不要碰 你就等他 整理后 紫交股中美金转强 然后他重新 然后这其他个股重新站回越军线 我认为这个族群才会 真正再度转强 好董哥 比特币创新高 但是 概念股怎么都没涨 概念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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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概念股是该边的股吗 概念股为什么没涨 很简单 就是 其实我上次在讲这个显卡 跟比特币的联动的时候 已经有看到很多网友 比较好在挖矿的 也在接触 他已经说了 现在挖矿用显卡 去挖矿已经 退流行的 现在用什么 现在从比特大陆 他们推出 挖矿 挖矿之后 就开始改用 ASIC 特殊应用镜片 去挖矿 你知道吗 就给他跑程式 没有人在用显卡 在挖矿 所以这显卡是 落伍的 人家都改用 弄ASIC 特殊应用镜片 去挖矿 那跑得比较快 好 那 所以显卡 其实这一波 单纯就题材 跟着比特币 我有给他看过营收 我说 营收 有的就 没有大幅成长 之前有 这几个月好像还好 他能够涨就跟着比特币涨 涨到这么一大段 涨到末端来说 你看 其实不要喝今天长黑 你前几天他有涨吗 上礼拜 比特币就冲到 2万 3万 6万 8万 3万 了耶 他就没涨了耶 他早就已经 有点脱钩了 原本这里都还跟上 结果他在脱钩 为什么 我刚才讲的 这退流行的 人家现在 是在东S挖矿 就是特殊应用镜片挖矿 OK 接下来怎么办 过去我讲过 汉讯跟轻语这两档标过 看哪条均线 十字均线 刚刚好在放假的时候 元旦前 那个礼拜四 我们有一集 比特币的什么 精华篇 你去看 里面就有剪 你去看我是不是这样讲的 我就跟你讲 汉讯跟轻语要看十字均线 其他的板卡 你看哪条线 月均线 我讲自己去看 精华篇 精华篇 放连结在这里 放连结 那美编师帮我放封面在这里 精华篇在这里 自己点去看 他今天会中错 为什么中错 集体共识啊 因为他怎样 跌破十字均线 那你看他这一段的过程当中 我在讲他是不是守住十字均线都有在创高 有 今天跌破代表转弱了 这代表转弱了 你要等他重新站回什么 十字均线 清云 守住十字均线 所以昨天大赏 今天好像又 开始跌破了 那就要小心了 守住 如果他明天还可以守住没关系 如果跌破你就要注意了 这一波是不是都一路守住十字均线 承起 在月均线上架 因为没有太大力多 动不了 印太 勉强还撑住月均线 所以这些都还撑住 勉强还撑住 为什么他们还撑住 因为人家这两档涨很多 他们几乎都没涨 那你就要注意 这种没涨的不是说一定要补涨 没有人跟你讲这道理 比特币在创新高它都没涨了 万一 他哪天开始 像这个 印太已经开始跌破越均线了 如果承起开始跌破越均线了 那这个族群你就要小心了 就被全面转弱 那显卡怎么办 如果我持有显卡怎么办 我看好比特币大涨啊 跟上结果都没跟上怎么办 你要看 印太的糕点还在这里 陈起的糕点还在这里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各位你记得我们直播 或者是会员 你记得我给你讲什么 小编你还记得吗 在这个位置 我是跟你讲说 版卡不要追 显示卡的资讯不要追 这个位置 我还在直播贴那个 贴那个他营收 对不对 好啦人家汉讯跟清云的确有过高 因为他们营收够好嘛 我那几华片有讲嘛 这两档营收没有大幅增加了 有过高吗 没有 所以不要说比特币为什么他不联动 他连自己本身的高点都过不去了 他们当然就弱势嘛 你懂吗 所以接下来能够解救他了 比特币看起来已经救不了他们了 能够解救他们是什么 营收 接下来 现在1月初了嘛 要公布12月营收嘛 如果营收可以大幅成长 OK 还有人在用显卡挖矿 营收有出来 那也许还能涨 如果营收再挂 那这个主题就要比较 小心一点了 尤其是如果跌破技术面支撑的时候 各位就真的要小心 那 你也不要说比特币大涨到3万多啊 都没有概念股在动 有啊 我刚才主讲 现在都有什么 特殊应用晶片嘛 ASIC ASK在歪跨嘛 创意这两天不是大涨了嘛 新春开红牌一回来就大涨了 世新 不也是吗 这就是应用晶片概念的相关IC设计股 有没有大涨 都连两这两档 高价股啦 连两天大涨 说真的你回过头来看 这几天台股在涨涨什么 大牛股 全职股 中刚鸿海 台肆电 涨什么 高价股 联发科昨天大涨 世新是不是高价股 700多块 创意是不是高价股 300多块 400多块 所以这波台股涨的 正规军 赚班的 全职股啦 高价股啦 所以涨市很健康啊 你懂意思吗 都高价股在动 正规军在动 怎么会涨市不健康 外资进来都买这种的啦 你懂我意思吗 正规军 所以你从这个盘面的角度 你可以 台股很健康啊 不用太担心 不是不会崩 你等到崩盘 开始出现长黑或跳光说 你再担心就好了嘛 过程当中为什么你要 有句话是这样 天下本无事 庸人 智老师 OK OK 来 大家看 创意为什么最近会大涨 因为说老王啊 ESIC这个挖矿 不是最近的技术 去年前年就开始有了啊 为什么 那 之前为什么他们都没有跟着大涨 刚才那些显卡 标翻 前面标翻 那为什么 创意他们这边有涨吗 没有 为什么这边没涨 各位一个重要关键 筹码不对 你看 这边比特币之前在第一波标的时候 投信在干嘛 在卖 这波创意大涨谁在买 投信 你看 最近 就看最近几天 最近五天投信买几天了 四天 是不是筹码改变了 再看世信黑歪 这边为什么没有跟着比特币大涨 筹码不对啊 投信 都小买然后大卖 最近这几天开始 回来大买啊 就launch了 这边是不是也是大涨 对 投信是不是大买 这样懂了吗 筹码面 造就 这个本来跟比特币最有相关的挖矿族群 一开始没大涨 但现在迎头赶上 可是他们是比较具有基本面的 所以他涨的会比较扎实一点 那短信怎么看 他们偷投信买超啊 实际线 实际线 来 节目进到这 很多新的观众进来 1万了没有 应该还没 我们今天不知道充1万5 各位 用力的分享 行情好 看的人要多啊 才会热闹 才会吓怕 对不对 来我们先给大家看一下 因为有很多观众刚进来 来各位看一下 我们这个 你看在这个布景 Happy New Year Happy New Year 上礼拜我们跟大家倒数完了 今天Happy New Year 这漂漂亮 漂亮 漂亮嘛 这样才有过年的感觉 台北股市这两天有没有过年的感觉 有 这个叫开门红 开门红 恭喜大家 赚大钱 赚大钱 用力的按赞 用力分享 还没订阅的 赶快订阅 我们要充 20万订阅 来 小编下个问题 好 先说小 你先说小 OK 好 董哥 上周三星传出要暂缓关闭LCD的产线 这个面板利空怎么看 三星上礼拜 传出说他原本他预计是年底要关闭这个LCD的产线 结果 他说我要暂缓 暂缓关闭这些原本预计要关厂的LCD 意思就是说 继续生产 完了 这一个消息 当然是面板的利空 不过这个消息是发生在我们 直播之后的消息 所以我们当下就是 我们对会员当然马上就有分析 马上就有教他们要怎么动作 但是如果你是一般观众的 看YouTube的 因为刚好开个跨年 你就只要等了一整个礼拜 到今天 才能听到老王的见解吗 就是会员跟 非会员的差别 还是有差 但是呢 我们佛星 我们今天还是把整个面板的情况 来告诉各位 即便你不是会员的观众 刚才那个新闻是 三星原本年底要关闭LCD 部分的LCD的工厂 要关闭那个产线 现在说不关闭了 无限期的 暂缓 就说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真的关闭 意思就是说LCD那些产线会不会继续生产 会 这个图 是我以前在上课的时候 还有我在考这个很多 大家知道我十几张的金融证照 我在考证照的时候 很常用到一个图 考试的时候常用到 这个叫供需理论 供给跟需求 那这边这个叫价格 Price 这个叫价格 这个叫数量 那也记得价格跟数量 那这条线 这条蓝线的这条虚线 叫做供给曲线 供需曲线 这条红线呢 叫做需求曲线 基本上我们以前在考试要作答那种生论题的时候 就是用这个表格来生论 那我们很简单讲 三星说他要暂缓关闭LCD工厂 代表这个LCD也就是我们面板 会不会继续生产 会嘛 那他的请问他全球的供给是增加减少 原本 为什么面板过缺涨那一大波 因为大家预期大面板会止跌 报价会回升会大涨 因为这个 这个三星有部分LCD产线要关掉嘛 就现在三星做我不关了 哇 我全部让他继续营运 那供给在全球供给 那是不是就持续的增加 对 请问需求有没有上来 没有 你很肯定 不确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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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便需求上来 但 我觉得 大尺寸面板需要 大概就那样嘛 那因为现在是穿戴装置 比较夯嘛 那穿戴装置都是小 中小尺寸的面板嘛 你懂这概念吗 大电视当然就是有需求 但那个需求如果没办法有效的增加 我们假设需求 就维持这样 需求不变 这样好不好 维持假订这条需求曲线不变 但是供给的曲线 供给曲线 原本这条蓝线的嘛 我们说供给会增加嘛 原本预期要减少 结果没减少了 要增加 那增加的话 这边是数量 请问增加数量是往 变多还是变少 变多 你一定是 数学不好 还是 你也想半天 各位 如果我说我供给 我供给变多 那我数量在下面 不就是我 往右增加吗 因为你往右 数量在这边 往右 代表数量增加嘛 对不对 这个听不懂了 你重新回放 像小编现在买点问号 没关系 我知道很多人听得懂 我们观众都是 聪明人 没错 这样讲 就是数量 这边这一表数量 X走是数量 数量就往这边靠 因为供给增加 所以S1的地方 往下调到S2 这条曲线 整个供给曲线 往右移 这样OK吗 那需求曲线不动 原本 供给跟需求 会有个交叉点 这个叫价格的位置 目前价格的甜蜜点 大概这个需求 需求跟供给曲线的价格位在 成交地方位在这个地方 就叫P1 你懂我意思吗 P1就价格 原本的价钱 会卖这样 结果供给曲线 供给的数量增加 往右靠 供给往下靠 请问这个价格 有没有移动 有 有 他不是往右下去移动 对 好 移动下来之后 请问 请问 是不是产生跟需求产生一个新的价格 这个价格叫什么 P2 这是价格 越上面越贵 P2比P1 低还是高 低 P2比较低 那也就是说 新的这个供给曲线 出现之后 供给增加 造成 新的价格出现 就叫P2 然后P2的价格又 低于P1 所以得到一个结论 整个面板的报价 会 就理论上来说 供需理论上来说 会怎样 价格下修 因为 P2的价格 低于P1 这样OK吗 就是用 很简单的供需理论来解释 三星这个事件 那就懂了 那面板靠什么 过活 靠报价 报价如果未来预期会跌 面板股当然 就受到冲击 就从这个 利控期 利控期我记得是这天晚上 就连续的跌下来 到今天 台股是创新高 你不要说今天这两天 群传有没有涨 没有 所以你不要看台股创新高 你眼睛闭着乱 买股票你会赚到钱 你还是会赔钱 就像老王 从上礼拜 到这里 还是有 两三档股票 赔钱 当然我们有很多股票大赚 我们也有股票差点三天三跟涨停板 也是有 跟你们讲也没关系 就LED的这个红旗 差点三天三跟涨停板 你不要再追了 我讲过了 我在这个节目 绝对不会要你去追任何股票 绝对不会讲名牌 我是跟你讲 我们会员有的股票 那你回过台 群创跌下来 所以你买到面板的人是不是就 如果你又没有卖 又没有停损的人 今天你开心的起来吗 不开心 不开心吗 因为就是这个利空 那你往下看 面板我们在 礼拜二放假前就讲过了 他是看哪一档 他是看哪一个法人 投信 我们特别来讲到群创嘛 对不对 我说他已经突破颈线了 颈线要能够站稳 结果因为利空 长黑 有没有把颈线灌破了 有 不只把颈线灌破 这一条要什么均线 十字均线 有没有也灌破 有 为什么会灌破 因为投信转卖 过去投信每天买群创一路涨 十字均线往上涨 现在这个十字均线为什么会失去效益 因为投信怎样 转卖 所以现在怎么看群创 投信要赶快转买 那我们如果我们看波段来看 放大放大一点 波段来看比较清楚 这个就紧线嘛 他突破对不对 跌下来就突破失败了 突破失败之后 回到这个越矩线支撑 我们讲过很多次 大涨的股票 一波他都没有碰到越矩线 第一次碰到越矩线的时候 有没有机会做反弹 有 所以他昨天有反弹就撑在这个地方 但是 投信重不重要 重要 投信如果继续卖下去 这个越矩线是不是就会 有点危险 所以投信很重要 投信过去这么重要 未来也是很重要 如果投信可以转卖 那越矩线这边也许得到支撑 就能够反弹 那反弹上你以为就要步入兴奋吗 也没有 你注意看 上面这会是不是形成一颗 套脑的压力 对 前高是不是压力 是 那一定要把前高再突破 才要化觉现在的什么 弱势整理 而这当中最重要的筹码就落在谁身上 投信 你要记得 你要记得 假设你是大波段爆下来的 爆到这里来的 因为越矩线还守着嘛 这都微幅跌破都没关系嘛 如果越矩线没有跌破 基本上 也许都还有机会反弹 越矩线 那为你跌破怎么办 如果越矩线跌破了 会发生什么事 这个是 友达 有没有跌破越矩线 有 到今天还在破底 他为什么会跌破越矩线 投信在卖 对 这是投信 对不对 因为投信在大卖 你既然看到他跌破越矩线 投信又在卖 请问这档 你要不要急着去低接 不要 不要嘛 这跌下来啦 这边在越矩线他有没有出现反弹 有 因为投信有进来买 问题是这边灌破谁在卖 投信 所以面板族群我上次有讲过啦 短线的机不机群要看谁 投信 再看财经 财经部也是跌破 他在这边回 第一次回到越矩线有没有反弹 有 有没有过这个糕点 没有 有答案 过这边的糕点 都没过嘛 所以再下去嘛 我说回推过来刚才全创 我是说就算他越矩线反弹了 请问哪个转强点很重要 前高 前高如果过不去 那还是要小心嘛 反弹你就还是要处理嘛 你这懂我意思吗 当然 持有的你被动持有就看越矩线嘛 OK 看越矩线 好 那不止这些面板的 股票受到影响 像相关的零组件 供应链 有灰 本来站上越矩线要 一副突破了 有没有 也被拖累了下来 当然是有大涨啦 是不是拖累下来 因为这个利空 陈美财 一副来到越矩线反弹 一副要上去有没有 有 一次跌下来 为什么会跌下来 那面板假设都不好 你觉得他其他零组件要怎么好 对不对 这个很简单的逻辑嘛 所以他们都会受到影响 那你要等这个利空 弹化这个利空 这个利空 这些电板零组件要重新转强 或者面板要重新转强 看哪条均线 越均线 因为他们现在都跌破越矩线了 有没有 只剩群创还没嘛 有跌破了你都不能乱碰嘛 你听得懂我意思吗 那有手作你还可以期待反弹 对 所以这是零组件 那还有一张零组件叫银基采嘛 这个利空冲击 这边 杀了一根跳下来跌破越矩线 可是他是重新站上越矩线 对 然后就喷出去了 有没有 他是真的非常 我们看那么多面板相关的族群 个股 他是真的很少数很少数那么强的啦 他的关键的原因就是 他摆脱了这个利空冲击 他重新站回越矩线 有没有看到 有嘛 所以你面板会看了 各位观众面板会不会看 如果你持有面板相关的 越均线就是你重要的多空关键 那你说老王 你为什么要特别讲银基采这一场 他很强 对 因为我跟你讲 我刚才不是讲说 这种 我们有时候 在这种行情下也会赔到钱 对不对 比如说老王 我特别要跟大家分享 银基采这样的股票是怎样 你说面板跌成这样 老王你有没有避开 其实我们有避开 我们有避开大跌段是有 但是我们还是受了点伤 我们在 因为我们完全 预知不到这样的利空会发生 所以当这利充消息出现的时候 哇 我也很惊讶 但是我们做了应变 什么应变 来 镜头拉镜 好 12月30号 30号 早上的 9点08分57秒 9点08不是刚开盘 传送给我3999的会员 三星延长LCD官场计划 面板今天受到拖累 明基采早盘 明基采有没有看到 早盘跌破欲均限期 务必停损出场 若你手上自行持有其余面板相关个股 无论赚赔也请出场 好回来 我有带会员买了一档叫做这个 明基采 那一天是哪一天 那一天就这一天 早盘 我们不是最后杀低的 早盘就请他们卖掉 这不是被洗掉 我本来我们把这里遮起来 我本来看好它 稳的 要上了 我看它筹码很好 结果这两天真的喷了 但是 我们这边停损了 然后我呢 有1就1 有2就1 我绝对不会在电视上面说谎 大家都知道我为人 绝对不会骗人 所以 我不会 我今天可能不要脸 我跟你说 我有带会员买这个明基采 今天涨题 凶了 凶了 我当然可以这样讲 我不会干这种事 简讯都给你讲了 刚才解决有看到了 我都给你讲了 我们叫会员在这一天罩盘卖掉 卖掉就他洗我 他嘎掉我 没关系 就愣了 我就告诉你 老王也会常遇到这种事情 所以你要加入会员的 想清楚 你不是加入我就永远不会被洗盘 不是永远都会赚钱 你也会遇到这种 停损 然后 被洗掉的 对 这才是人生 这才是真正操作的真实面 对不对 没错 不要看一堆假的 你要看真的 那有金吗 我跟你讲 但是你的重点在这里 12月30号早盘的9点08分 我们说 要停止这样 我还叫其他会员 如果你自己有去买 乱买自己自己欧白买的 买群创 买友达自己乱买的 自己有去买的 或相关的面板凝聚 早盘赶快出 12月30号的群创是哪一天 10月30号的群创是哪一天 好像这一天 对 10月30号 早盘在哪里 各位观众 早盘不就在这个地方 早盘嘛 对 顶多就在这里嘛 对 现在在这 友达 12月30号 好像在这里 对 现在在这 彩晶 12月30号在哪 都在这 对 30嘛 30啊 都在这 一通简讯 我虽然 明基材被洗掉 但是我是叫你其他 来 再放大一点 好 我是不是叫大家 其余面板股相关各个无论赚赔也请先出场 说近 我叫你 请先出场 无论赚赔 请问你刚才全创友达 海晶会赔到钱吗 不会 不会 而且还突然跌了一段 所以我刚才讲了 我会看错的时候 我明基材都做错了 但是重点在什么 应变 重点在利空出来的时候你要什么应变 同样内容 我有在 当天的 五报 跟其他组别的 多数的会员讲 都有 你是会员的 有没有 这个只是特别高阶会员 3999会有简讯通知 这样 清楚吗 所以 我有资格来讲面板 有 第一时间通知 所以各位 我刚才讲了 利空出来 观众跟会员的差距就在于能不能第一时间通知 你当观众当然没关系 因为我这个人很佛 我一定要跟你分享 但如果你是会员会更棒 为什么 因为你可以第一时间 但是要高阶会员 如果是一般的会员就盘中 就 中午的时候 那有时候可能买一点错误 那没关系 至少你也会 比更多的人在第一时间知道 好董哥那车用相关这几天超级热 该怎么观察呢 这两天很热嘛 大家都要讲车用嘛 你看哪一台没有在讲车用 所以我们还要讲车用吗 你这个设计这个问题这么 庸俗 人云亦云 我们还是要讲车用 大家想了解 老王也许有不同的见解 那你会把我直播没讲嘛 对不对 因为我们把车用留给了我们会员 再放大 这是12月31号的文章 对不对 对 各位看什么 看这里就好了 车用零组件与 车用电子 我认为会是新年过后一个很重要 可以留意的族群 然后龙头是谁 龙头同志亮灯长平 OK好收起来 这样有清楚 12月31 你是放假前不是现在讲 这是我们会员的午报 12月31 会给会员每天中午你 加入我们399最一般的会员 每天中午就会有这个三大夜的午报 满满的 干货 全部都干货 没有再给你交流添醋的 没错 都干货 一堆教学 你可以自己来尝 我们现在重新开放了 隔了快一个月之后重新开放 所以你自己把握机会了 就是5报 399的5报就可以每天一篇 我就告诉大家车用零组件跟 车用电子新年过后 为什么 因为你要记得 跨年前 如果有主力 或大户 法人 敢大买 一个族群 在跨年前 要放假 那代表什么意思 他不怕放假 他回来一定要涨 过去的历史经验都是这样 跨年前如果特别强势的族群 跨年后的通常前一个礼拜 前一个礼拜 这个礼拜 都会特别强势 就是这个原因 因为人家不怕放假 大户都不怕了 这主力当然续强 所以靠车用零组件 强不强 强 强 一样有根本会 刚才讲到车用的龙头 同志 连三根 那同志为什么可以连三根涨停 因为投信在大买 投信 各位 这一集的老王给你问 就这礼拜礼拜一的 我们每个礼拜一 每个礼拜一下午4点 是不是一集老王给你问 这一集的老王给你问我们叫什么 连接在这个地方 连接上面这一点 这一集叫什么 就告诉你说投信的任务就是来 点火的 你昨天有看的自己知道 你还没看的赶快 等下结束之后 直播结束去看这一集 这不就是点火 平常都没买吗 突然进来点火就喷了 所以他是不是龙头 是 他是不是指标股 所以未来 车用电子就看同志 如果继续涨 那这个族群就可以 继续涨 如果他可以打横整理 但是没崩盘就打横整理 这个族群就轮动轮涨 等到哪天他在大幅的回档 甚至结束多头总事 那这个族群就会休息了 爱挑 所以观察重点就是他 那如果你要切入车用 短线已经真的很夯了 有些大涨股票 你要不要乱追 不要 所以现在在跟你讲这些车用 我不是叫你去追 你可以等他回档震荡休息的时候 再去观察这个同志 这有没有继续涨 如果有 轮动轮涨 你可以趁机会去上车那些 回档休息的股票 OK 所以他让你做出观察 就指标股 近鹏 这做车用面板的 有没有大涨 而且 车用PCB的 有没有大涨 有 台大链这里做车用的 有没有大涨 有 大翼经贸 也是车用 连续两根涨停 一律链 这个方向回来是大涨 还有没有 还有没有 没有了 还有很多 你自己查啦 还有什么以胜KY啦 对 广语啦 一堆啦 都有大涨 那这些股票在涨 就涨车用嘛 那什么就是我跟会员我在预告 12月底放假前告诉大家 盘中 你要去找车用电子跟车用零组件 对不对 你随便找 就能撞到钱嘛 我们有推荐会员去买 一档车用的概念股 昨天也是大涨的 超过5% 也是有到达我们的停利价 所以我就说 你要选对主流嘛 那你提前去布局就不用现在才抬轿 那这些都是大涨的股票 你要不要再追 不要 你自己等 观察那个同志指标股 他只要 回档休息之后再度往上 就是他没有跌 他没有 翻空的时候 那强势股自己在找位置 回档的时候去介入 这样听到吗 好 那我认为啦 这张图你没有很熟悉 有 这样有没有很熟悉 有 前两个礼拜的 我们跟大家讲什么 Apple Car 市场上 现在这一波车用 你说同志有 有投信点 但最重要的主题 还是在于 Apple Car这个题材 上张图不是今天拿出来的 两个礼拜前就有了 这个礼拜 大牛股红海这两天标不标 都是绑住一个Apple Car的话题嘛 那再看这个 我那天写给大家工医院的概况 核大 茂莲 多加 核大茂莲昨天都是不是涨停板 对 这张图不就 当时讲这张图的时候呢 这些都还没涨 因为涨一些什么 涨一些家铃啦 震达啦 涨这些啦 这个都还没涨 结果还是轮到他们涨了 直播要不认真看 要 这个两桌钱就给你们 统计给你们啦 你看 玉龙玉龙玉龙 红海 所以我问 然后最近还有一个 乙胜KY 乙胜KY 乙胜KY是 红海集团的嘛 对 那他这个大档之后怎么看 就跟你讲 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情 这些车用你们会问一件事情说 那短线观察怎么看 我当然知道指标股是同志嘛 那我如果已经在车上我短线的观察怎么看 格外之后怎么看 很简单 玉龙嘛 这波整理是不是在网上 对 请问他守住哪条均线 五日均线 鸿海 这边整 长上来之后这边整理守住哪条均线 五日均线 乙胜 长上去 这边整理守住哪条均线 五日均线 所以车用跟车用电子车用零组件你现在听好 已经大了上去的 短线 短线强弱就看 五日均线 记号笔记号 那如果像这种有投信买超 投信大买的啊 你可以如果你拨断的角度你可以看哪条均线 十日均线 他就守住五日均线 所以这种车用很飙 你不用再追了 但是你持有的 或你想观察他强弱的 就看五日均线 清楚啦 我跟大家讲 郑达 广语 郑达 乙胜 这不就是 鸿海集团 鸿海 育龙不是跟鸿海合作 所以 一台Apple Car 你觉得带给鸿海 整个大集团中 股价多少的帮助 当然是很棒的帮助 所以 那你要不要管Apple Car 他到底真假 不用管嘛 反正股价人家有涨就是涨真的嘛 那还有你看 刚才提到这个 这边 核大帽连嘛 帽连 昨天涨停板 核大不仅是涨停板 不是早上帮你们统计出来了 那还是老王整理报纸的消息 这个 直播就有黄金嘛 对不对 直播 你看人家 这边有没有大涨 没有 这边有没有大涨 没有 你有必要去追佳林 震达这种的吗 上礼拜不需要吧 你知道Apple Car的题材吗 鸿海那时候也没大涨吗 所以他们就绕在一个什么 Apple Car 这个族群涨上来之后 我刚才讲不要乱追了 那大涨股票看哪一条均线 五日均线 好 那接下来 今天重头戏了 答应大家的 人数直播在12月底前 破万 线上直播 我们有一万一千的 连续两个礼拜 一万一千的 我们要抽奖 跟老王 跟奶爸 共进 下午茶 免费的 免费的来这边聊天就对了 聊天就对了 吃东西 喝饮料 FREE的 跟老王约会 一个下午 好不好 词名 我们现在就要来抽 加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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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喊 捐出来 捐出来 尾牙还没到 不要那么兴奋 我让你尾牙想喊 不要这样喊 你要加码 加码 好 我跟大家讲 真的要加码 不跟大家讲 想加码的 旁边加1 好不好 聊天室帮我打加1 如果你想加码的 加码的 帮我打加1 洗白 洗白 我用脑子想 我用膝盖想要知道洗白 加码 加码 加1 我跟你讲 冷静 好 聊天室先冷静 不要再加1了 冷静 先听我讲 如果这一集 现在这一集 有15000人收看 我下礼拜再抽5个 好 再加码5个 50% 再加5个 可以吧 这加码可以吧 好等一 很大诚意了 好不好 赶快 想办法 拉到 赶快拉你朋友 什么人全部拉过来 阿公门骂 不管会不会看股票 都拉过来啦 跟他讲 你就跟他讲 台湾 台湾钱太多了 台股 15000了 把他约过来 一起来抽奖 他就有兴趣了 他就兴趣要来看 对 好不好 赶快拉 赶快拉 我们现在先10个 这一集罗15000人同时在线 我就 再加5个 来 那我们就开讲 这个地方 那我们这个 留言的文字就是 阳明就看 如舟 王阳明 关键字 你要有留才有 那我们现在 各位你看 我们要开始准备抽奖 你看 全部3986笔 只有 不是只有 有很多 3539笔 诶只有400笔不符合啊 那400笔的观众抱歉啊 你留错了关键字啊 你可能就写 杨明就看 如舟 张立东 登 好不好 杨明就看 如舟 什么 郑宗鸡 登 好不好 来 开讲了 究竟谁会幸运得奖 出来了 拉近一点 拉近一点 H-A-N-C-H-I-N-G Hentrine Hentrine 然后这个 暴力汤包店 许佑鸣 然后 L-I-N-C-H-E-S-S 然后还有 Rita OKOK 都有都有 来再看下去 好 这几个了 五个了 五个再来 后面的五个来 这个Mr.Kugo 冷酷锅 然后呢 Benson Benson OK 然后呢 这个品黄品黄 然后这个老朋友 卡尔 这个老朋友 这个也是会员 这也是会员 我认得 认得这个头像 恭喜 然后这个 Admin Admin 阿明 阿明 来来来 OK 十个 都没作弊的 我们直接公开公正 好像难的很多 对 不然我们重抽 好像全部都难的 重抽 没有啦 不能这样 抽了就抽了 好 再喊再 恭喜 快四千个留言 快四千个留言 抽十个 恭喜你们 那我们这个小编会联络你 我们会联络你 不要联络你 请你 请你 你有以上 这十位的 私讯粉丝团 粉丝团是 网董的大盘筹码 请你私讯 私讯他 私讯他 告诉你的 留下你的姓名 电话 姓名电话就好了 留下你的姓名电话 还有Email 姓名电话Email 这十位 姓名电话Email 那我们会请小编呢 跟你通知 下午茶的时间 如果你没来留言的 到这个礼拜日 如果你没留言的 那就是上市之隔 我们下礼拜就重抽 没错 来恭喜啦 赞很赞 好董哥那抽奖完了 我问下一个问题 恭喜十位得奖者 记得怎样 到 王董的大盘筹码 粉丝专业 私讯 私讯 不要再打赞了 都不是你们 都不是你们 好不好 OK那董哥 IC载版好像重新复活了 还是一样看投信吗 IC载版 IC载版讲过 其实我们 好几个月前 IC载版很夯的时候 我们就一直追踪 没错 那我们都说IC载版看哪个租群 投信 这个讲到烂了 当然你要是老观众才会知道 如果你这一两礼拜才进来 因为我们没讲IC载版 你就不清楚 那我现在也跟新观众讲 IC载版绝对的联动 就是投信 这叫蓝电 从技术面来看 我记得我前几集 几集前有尝过这个 IC载版 大概在这附近的时候 我没有说IC载版的原因是为什么 因为这边爆了一个波段大量 蓝电又爆了一个波段大量 高档爆炸量怎样 凶多 你不要看这个感觉像低档 那是这样涨上来 他前面涨一大波 高的爆炸量之后 你看 有没有真的凶多吉少 有啊 盘整的超久啊 但是呢 人家大量高点 礼拜一昨天有没有突破了 有 啊我说过 大量高点如果可以突破 不是突破前高 那是怎样 重新扭转了嘛 因为人家凶多吉少盘整超久了 盘整几乎一个月啊 所以就系数面而来一看 是不是转强了 是不是突破前高了 既然 IC载版他突破前高了 他本来就是里面 他本来就是这个族群里面 本来就是比较强 因为这一波在大涨的时候 星星啊 那个 景硕有没有过高 没有过高 他有过高 所以他本来就比较强 所以他既然又是领先突破的前高 他就是这个族群的什么 指标股 所以未来IC载版看谁 南店 看南店 看南店能不能续墙 这个族群就能续墙 那他已经突破前高 那你现在看下面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IC载版看投信嘛 为什么南店可以这两天大涨上去 还不就是因为前面投信 偷偷进来买超两天了 这边都在卖 这边都在卖 卖卖卖开始连续买超 股价就怎样 是不是看 投信 是 那 突破之后 我们大家都知道看警线支撑嘛 这是波段 短线怎么看 十字均线 一次观众你都会了 投信买超看十字均线 那这个族群不是只有南店啦 我们说南店指标股啊 另外 我们是有三熊嘛 另外还有两熊啊 两熊是谁 星星 不是狗熊跟猫熊 OK 另外两熊 你们怕说老王 狗熊 另外一个猫熊 对不对 英雄 跟 跟怕 跟英雄 跟英雄 就是 星星跟景硕 三熊 是做IC宅版 尤其是做ABF宅版这一块 来 景硕 这月均线是压力一直压着 过去投信一路卖 几乎都在卖 为什么 为什么南店都可以创前面的高点 7月份的高点 前面11月的高点 为什么 景硕没有过高 因为之前投信都在卖 关键来了 现在看到景硕发生什么事 发生什么事 转卖 投信来啦 It's come back 尊重 尊重 Respect OK 回来了 他回来了 所以怎么办 就东方去世了啊 回来 还要我教吗 投信卖操就跌 投信买操勒 就会涨嘛 而且要突破距禁线 星星 你看这个最清楚 蓝店早就过这个高点 然后最近也过这个高点 星星过了没 卡在那 但是我教过啊 这个 把高点连线这个叫什么 前高颈线嘛 蓝店突破前高颈线就喷出去嘛 你看到货柜行台股也是啊 对不对 所以 星星 今天已经开始收缴了 如果可以突破前面这两个高点连线 那星星当然也就是 就跟 就跟 上次的万海一样嘛 怎么样就自己去看啊 我又不讲了嘛 因为这形态教过很多次了嘛 对不对 就技术面来说吧 如果突破不了又跌回来 那就要突破失败 那就小心一点 如果 就突破出去了 那就突破前高嘛 就是摆脱这里的长 这整理超久啊 对不对 星星为什么可以 今天好像 这两天很强喔 今天来收最高 为什么 因为 投信在这里 投信转买了嘛 这边投信是不是卖 这边投信是不是卖 卖的结果怎样 这样啊 你自己去看看这两天 星星投信有没有买超啦 也不要说这两天 上礼拜投信几乎就 都已经在买超了啦 所以投信 所以IC展板这两天 为什么开始转强起来 开始加温起来 为什么 因为投信的买超嘛 不就跟我之前教你 所以老汪教的方法 你可不可以重复使用 可以 一用再用 我教的是对的方法 我是干货 那你说老汪 这个蓝天都长上来了啊 啊 星星也开始在长了 你现在讲 你没资格讲这个啊 因为 你 对不对 每次我讲这个时候 观众说是不是蓝圈圈又来了 我刚刚讲 我告诉你啊 这一档我真的要蓝圈圈一下 别蓝圈圈 我就跟你讲就好了 为什么我有资格讲IC展板 这是我们会员的 单股会员 2599以上 每个月会有一篇 不是一般的推荐股票啊 每个月会有一篇 单股就压这一档的 单股的研究报告 波段操作的 不会投顾 日期 这么说鸡有没有看到 不会投顾 2021年 1月3号 1月3号礼拜几 这礼拜日嘛 礼拜日我还在 你们在那边放元旦假期 我在那边认真写报告 3037星星有没有看到 当时的价格多少 87.4 那 我的三个亮点 一整 你看这边几页 8分之一啊 满满 8页的报告 8页的研究报告 这个之前你们也看过啊 像富鼎啦 奇力星啦 我们都给你看过 媲美投信跟外资的报告 老王我们普惠团队认真写出来的 你就看上面三个就好 浴火凤凰 最早情况过去 IBI涨 涨幅落后 竞争对手 渴望补涨 浴火凤凰 他之前火灾嘛 厂房嘛 三阴厂嘛 我说已经过去 好啦 回来 1月3号 今天是1月5号 对不对 今天已经94块了 当时87块了 就这样 已经涨很多了 所以你不要再来 你如果明天再来买就是帮会员抬价 我就会说谢谢你感恩你 对不对 所以我跟你讲 当会员还是有差别的 但是我要提醒你就是说 我主要拿那张 我主要拿这个研究报告出来是跟你讲说 我要跟你讲 IC宅版 如果你自己已经 因为有些观众搞不好自己有买啊 如果你已经持有的 请你看投信的买卖 买超 如果投信继续买超 那个族群大有可为 这样OK吗 就这么简单 而且他们短线都有投信买超 对不对 所以这个族群 你要看哪一条均线做短线的操作 16均线 至于 这个地方 如果你自己持有 清新的 那就看明天能不能突破这个前高压力 那简单嘛 再讲一次 是不是要你来抬价 绝对不是 因为我们会员已经拉开成本了 我们已经 赚 不少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 IC宅版这个族群 投信买超 所以他 一路一路的 转强 加文 好 董哥 最后还是要问 最帅的羊民 货柜行怎么看 还是要看 美籍必追 一堆人就想看我们的 货柜行 对不对 一堆人就想看 那我们每一集就要跟他讲 对不对 讲到他弱 讲到他 我们说他已经转弱那一天 我们就不讲了 就像很多我们已经不讲了 锋利发电我们很久没讲了 很久没讲 你知道他弱到多弱吗 那个中芯店 昨天还在大跌破底 你知道吗 我们都有在节目跟人家讲说 风链转弱了 我们都有先讲 所以你直播要追 那你发现那个族群 老王很久没讲了 就弱势了 像生计 我多久没讲了 超久 对不对 跟你讲合一 要看越军线 同时要外资买超 对不对 你就不听 上礼拜他有站上越军线啊 可是外资在干嘛 在卖超啊 所以他这两天就继续破底啊 我在直播教你要听啊 那会不会航运呢 一直讲嘛 所以他就是 超强势族群嘛 就是老王继续看多的族群嘛 当然我们上礼拜有跟大家讲 是爆了一根波段最大量 那我说波段最大量短线要震荡一下 那你观察重点就是大量的 高低点喔 低点守住 区间震荡 高点可以突破 代表怎样 整理结束 继续转强嘛 上礼拜有讲嘛 你看 他爆了大量是不是真的震荡了 万海啊 他真的就继续震荡 可是他 你说他崩了吗 我们说他短线的支撑看哪一条 10日啊 有跌破吗 没有嘛 所以不管是从大量的地点他也没跌破 10日均线也没跌破 那他就区间震荡 OK吧 他也没转强 因为大量高点有过吗 也没有 所以他 山雄里面比较弱势的 你这样的话就去用区间来判断 或是用10日均线都可以 那 长龙的话 就不一样了 一样爆大量 人家整理了两天 哇 这也算跌破我的眼镜啦 但是我没看错 因为我们本来就是看多 我们说 大量低点跌破才会转弱 只是我认为本来会整理个几天 或一个礼拜 两天就上去了 坦白讲我们要坦白讲 我们没有想到会这样 因为当初爆大量 我们觉得是要整理一下 对 就上去了 上去没关系啊 他大量 这个 你看 跨年前的尾盘给你拉上这个高点 大量高点站上去那怎么办 就涨不去了啊 因为他过高了嘛 大量低点有没有跌破 没有 再从均线角度 长龙的惯性支撑 讲到 讲到我快生气了 讲到烂了 哪一条均线 5日均线 我从来没改过喔 短线就是5日喔 请问有没有破 没有 撥断看哪一条 10日 有没有破 没有 所以有需要卖吗 就是 他多头趋势有改变吗 没有 讲完啦 就5日10日嘛 再看杨明 杨明 杨明 也是跨年前的尾盘 下 5盘给我给人家偷拉 骑拉 涨了5% 给人家拉过这个 高点有没有过了 有 两天都过 这两档算很强 比万海强多 万海到现在还没过 过了是不是就喷出去了 过了大量 我不是讲过了大量 结束整理 喷出去很正常 如果你才从均线来看 5日跟10日嘛 杨明讲很多 短线你要不要停历 你要不要 先出场 是不是看哪一条均线 5日均线 有没有破了 没有 10日是不是波段 有没有破了 没有 货归航运就这么简单 我要美极接什么 看两条线就好了 然后有大量说 看大量高低点 那低点有没有守住 有 所以如果你有认真 每一集看我们直播 尤其这个月以来 真的你货归航应该是 报好报满 因为都没有 关键时刻都有老王 关键时刻老王都请 航海王出来 救援 你还记得那一集 我来变身航海王 救货归航 那一集货归航是大跌的 因为他们都没有破线 没有破线你在紧张什么 如果你到今天 你是这样 原本假设 100张 原本假设你有100张 卖到这里剩1张 这样超过是不及格的 因为你大赚没有报了 你好不容易买大赚标顾 结果你没报了 那你要检讨自己 请问他有任何一条 这些标顾有哪一条线洗礼吗 没有 都锁出5日均线 所以 很简单一个逻辑 长龙跟阳明什么时候会转弱 就要修正 就跌破5日均线 什么时候波段会真的就是比较翻空 10日均线 你要自己做长线看10日 做短线看什么 5日 今天讲的超多了 今天大概超时 可能90分钟 满满的内容 因为隔了一天没播 那我们简介事也非常 大家打字幕非常累 那我也非常累 那我希望这么累的结果就为了呈现给 不管是会员还是非会员的观众 我希望你们看了这个节目之后 认真按赞 上一集我们八千多个赞 这一集看有没有一万个赞 然后你要多多帮我分享 多订阅 这么优质的节目 没有你们的支持 留言 留言支持 要多留言 如果你们没有留言支持 很难撑下去 因为很累 因为这free的 不用钱的 好不好 好啦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今天的直播 我们 礼拜五再见 我很想想下礼拜二 因为累了 礼拜五再见 拜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我们下转发